美國副總統彭斯表示 川普總統提議組建的太空軍是必要的舉措 為的是迎頭面對這新的戰場上出現的威脅 彭斯還說行政當局是希望新軍種在2020年投入運作 今年6月川普呼籲組建太空軍 他說為了確保美國在太空的主宰地位 必須成立這個新的軍種 去年國防部長馬蒂斯曾經對單獨成立太空軍的想法表示懷疑 他表示這個會增加官僚結構以及成本 不過馬蒂斯在星期四表示 他支持建立一個新的司令部 這個司令部將利用現有的軍種成員 五角大樓將會很快向國會遞交方案 詳細陳述成立太空軍的方案 國會是唯一有權批准成立新軍種的政府分支 去年為世界人的記憶 詞人